大家好,我们这个讲座会以普通话来进行,然后第一次使用这个AI的现代技术来去做及时的翻译。 如果有一些错漏,请大家原谅,但是这也很代表了一个人与人的交流的必要性和现代技术发展的前进和错漏。 大家好,我叫陈丽,是一名独立刺眼人,生活工作于北京,我之前也在香港生活过四年作为独立刺眼人, 然后很感谢咪咪的邀请,又再次回到香港来呈现两位中国艺术家的创作,各自不同的实践, 一位是来自于上海的画家郑浩中的有画作品在另外一个空间,很遗憾他这次没有办法前来, 另外一位艺术家就是张文志先生他的创作,所以我们也想借此机会来跟大家分享, 来讨论他的创作,绘画创作中的历史性文献,还有传统与现代这样丰富的史料的意义。 张文志是出生于中国大连,成长于中国大连,非常年轻的艺术家,1993年出生, 然后但是他去到央美学习之后,就定居北京,近十来年一直在北京生活创作, 然后我们就开始这次的对谈。 张文志的创作,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是以水墨的方法来去处理, 然后但是画面中又有非常多的具象的图像、信息, 但是因为他成长于中国的大连这样一个东北区域, 又临近于又是一个海港城市, 他这个地域上所承载的历史复杂性,身份复杂性, 前现代、现代和我们当代之间的这种纠葛, 以及我们作为一个年轻的中国艺术工作者, 如何去寻找自我身份,如何去看中国性, 如何去看亚洲和东亚叙事, 我相信就贯穿在张文志近十年的创作中。 所以先有请文志给我们简单的一个介绍关于这片土地的一个背景知识, 以及如何他将东北的叙事, 特别是大连区域中这样的一个特殊性来贯穿在他的创作里。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 当这个,你说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的资料是非常丰富, 因为太多了, 因为我本身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我的创作是跟鬼故事, 是跟这些曾经的传说有关, 所以我在最开始做创作的时候, 我其实搜集了大量的有鬼城市里的鬼怪故事, 当做这些工作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最后工作重点变成了一个对于城市的一个解析, 发现这些所有的故事, 它的一个创作背景都是我从小生活在那座城市里, 就是大连。 所以后来我想我干脆就去做一个有关于大连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一个梳理, 最后就开始越做的越往下深入下来, 发现了其实以大连作为一个门户窗口, 开始介入到了东北的, 就整个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研究和整理发现当中, 然后我先说一下我所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大连, 我们现在看到了这一张地图实际上是辽东半岛的一张地图, 下面的一些小图呢, 其实那个最大的就是大连的城区, 大连的这个位置其实是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 在这个位置靠向太平洋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它对面的就是当时朝鲜半岛, 但是实际上大连这个城市的发展其实历史上很短, 它其实也就只有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 但似乎这个地域在中国的整个的历史上并不是一个一直默默无闻的角色, 我们曾我们在这以前的文献当中也会经常会看到跟辽东半岛最南端的一些地域有关的一些文献, 但是大量的有关于这个地方的那个文献呢, 都围绕着金州、富州这些城池, 为什么呢? 因为它们的这些城池呢, 面向的其实是渤海地区, 面向的是渤海地区, 面向的山东半岛, 面向的是辽河, 一会我们会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区, 我们先说一下整个大连的整个的这个地域的整个特色, 大连是一个怎么说呢, 就是丘陵地带, 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骑自行车的一个地带, 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丘陵地带呢, 实质上看到这张图, 它是长白山渔脉, 千山渔脉的渔脉, 就是它到, 这是长白山, 长白山山脉, 这边是千山山脉, 千山山脉的最南端的入海的地方, 这边就是大连, 大连地区, 大连旅顺, 这是长白山的一张山林地图, 这是大连入海的地方, 大连现在的那个城市人的那个景观, 所以看城市是在围绕着山林存在的, 所以大连的山上有很, 现在有很多的野路, 一会儿我会说很多生物的东西, 可以看, 其实最开始大连的就是辽东半岛的重要, 其实是围绕, 它跟其实是在很大程度上, 它是可以跟山东半岛连接起来的, 交通半岛连接起来的,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 就是在近代史之前, 大连它就是整个辽东半岛最南端的这个部分, 它之所以重要在于它的这个门户性质, 就是它的其实是重要的一个军港, 我们往下看到这张图, 这张图是吉田日本, 日本就是占领大连时期吉田初三郎, 绘制的一张鸟侃图, 这张鸟侃图呢, 整个的这一个部分, 实际上是这边, 这个部分是那个, 你能看到有长白, 放大一点, 由长白山山脉, 这边这个位置就是大连, 它会把大连化得比较夸张, 而这个位置呢, 就是交通半岛, 这条河就是辽河, 而大家知道就很大量的女真族满族, 其实它龙兴的地方, 包括朝鲜族, 它其实当时生存的地方, 赫哲族这些少数民族, 都是生存在这个区域之内, 而这些渔猎民族, 这些渔猎民族, 其实当时是对中年地区的大陆, 一直是一个威胁一样的存在, 包括后期满军入关, 所以呢, 包括我们现在比较了解的, 这个明清时期, 大连作为重要性, 其实就是, 为什么说当时金州和富州, 作为一个重要性, 因为它这边是辽河, 我当时把大连这个位置, 如果占据了, 辽东这个位置占据了之后呢, 我可以从辽河不断地侵扰清朝的官军, 就是清朝的这些少数民族, 可以减轻山海关的压力, 然后, 而且这边还可以守卫着当时的焦东半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堡垒, 明清时期的明朝关宁铁军的这个堡垒, 都是在大连金州和富州的地方, 但是, 后来, 为什么大连港, 就是开始重要起来了, 就是开始日俄战争之后, 日俄战争之前, 日俄战争之前, 就是那一段时间, 一战之前, 这段时间, 俄国人他需要找到一个不动港, 这张图是1899年, 俄罗斯人绘制的大连当时正在建设的一张图, 一张地图, 在那个就是甲午中日海战之后, 其实日本人一直想要大连这个地, 就是辽东半岛这个地方, 但是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历史事件, 就是三国干涉环僚, 三国干涉环僚, 那个之所以这样, 是因为俄国和日本的, 在东北地区发生了, 他们的利益所求发生了冲突, 日本希望得到辽东半岛这样的一个地方, 第一呢, 是因为他能够这样彻底控制朝鲜, 朝鲜半岛, 有这样的一个地方, 他可以彻底控制朝鲜半岛, 再一个, 他可以有一个深向大陆, 深向中国大陆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可以继续成为他, 寄生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一个门票, 然后但是俄国人当时在, 当时他需要的也是一个, 急需要一个不动港, 因为俄罗国的港口是非常靠北的, 大量的港口都是被那个, 一到冬天是没有办法出港的, 三国干涉环僚之后, 俄国人就跟当时的李鸿章签订了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呢, 实质上就把当时的那个辽东半岛的一部分的归属权, 交给了那个俄国人, 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 就是当时俄国人要修建中东铁路, 就是他们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但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时候, 从那个一直要修建到海参崴嘛, 菲拉迪沃斯科, 一直要修建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势必有一段铁路要经过中国东北地区, 就是从现在的满洲里, 一直到那个海参崴这个地方, 那么这个地方的时候, 他就需要跟中国政府干涉, 因为你们要知道, 东北它其实当时对于清朝来说, 它是一个女真人的龙兴之地, 它连汉人都不会进去的, 就是我们老家都是闯关东过去的嘛, 但闯关东并不是一直, 我们汉人就一直就是可以到东北地区, 到长白山地区生存, 它实质上是一个就是, 只有当俄国人开发这段时期之后, 大量的汉族才开始闯关东, 然后这个中俄密约签订以后, 才开始在大连这个地方修建港口, 因为他修建中东铁路, 还有一部分他要找到中海口, 所以这个中东铁路最后成了一个丁字形的状态, 这个交汇点就是现在的哈尔滨, 然后由哈尔滨再延伸到现在的大连, 然后呢, 为什么延伸到大连呢, 因为他们要需要一个港口, 这个港口它就需要延伸到太平洋, 那么面向由原来面向渤海到面向到太平洋, 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战略位置, 那这样的话就开始修建这个大连, 当时命名说这个大连应该叫什么样的, 这个地区应该叫, 这个港口要叫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 当时去问这个亚历山大二世, 问沙皇叫一个什么名字呢, 所以沙皇说叫达里尼, 达里尼的意思就是远方的城市, 后来就是大连, 日本人开始叫叫大连,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丘陵地带是以一个城市布局存在的, 城市布局就是完全是以广场, 各种干了广场, 中山当时是以最开始一会儿我们要会讲一个建筑, 然后其实它是以广场形式的布局, 然后四散在丘陵的各个位置, 这个其实是以当时的巴黎作为蓝本进行设计的, 这个是后来日本人绘制的, 还是今天出三郎绘制的大连的地图, 大连的雕坎图, 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经过日俄战争之后, 日本人依然沿用着当时各个国人的不同, 那个布局方式, 城市布局方式, 然后进行了这个大连的最继续的修建, 这是从另一个方向, 就是那个这是铝顺, 因为铝顺跟大连不一样, 大连当时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商港, 不断地运输从东北地区攫取的各种矿产资源, 向世界各地, 包括向运送到这个日本国内, 大量的木材煤炭资源, 而铝顺, 铝大铝大, 当时一直叫铝大嘛, 铝顺是一个天然的一个军港,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铝顺是有一个天然的一个闭塞弯的, 这个叫做老虎尾, 老虎尾, 这里头当时日本人其实要进攻这个闭塞队战, 就是对马海战之后, 要进攻这个闭塞, 就进攻这个进行海战的时候, 实际上是非常麻烦的, 他需要把这个口填平, 然后最后把俄国人聚集在这个港口里围着打,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军事港口, 这是铝顺的重要性, 这个当时俄国人管这个叫亚瑟港, 这是大连, 就是整个大连的另一个方向的一个地图, 就是这个方向我们能看到, 就是一个大连作为一个千山余脉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它其实一个丘陵地带的一个状态, 所以会之后会在大连发生很多生态上的变化, 就是当下会发生很多生态上的变化, 一个卫星图, 这是卫星图, 这还是这个, 从这张图我们能看到, 关于这个港口的不断的填海的修建, 这是港口, 这是近在的大连港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卫星, 现在的卫星图, 和当时卫星图的不断填海的变化, 整个这一块都是填海, 平山填海填造出来的, 这个就是新海湾, 这是我画当中可能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 对, 那个新之谱的新海湾, 当时是作为日本的重要的疗养地存在, 然后我之后就要说到, 就是我所有绘画当中, 其实基于我的所有的连接点, 其实就是这座建筑, 就是我所有绘画当中的连接点, 包括这次展览, 其实大量的灵感来自于这一座建筑, 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 但大连自然博物馆, 最开始它并不是大连自然博物馆, 它是, 它当时是, 它可以说是大连第一座建筑, 因为它是当时俄国人修建的市政厅, 最开始, 市政厅, 俄国人修建这个市政厅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这个, 因为它对面其实就是港口嘛, 它需要的是经过, 这个经过一些那个, 就下面就是铁路, 这边下面就是中东铁路尽头, 中东铁路尽头, 然后这座桥, 后来被当时俄国人修建的时候, 还是一座木桥, 后来是变成一座, 本人来的时候进出成一个砖石桥, 这个桥后来叫日本桥, 现在我们叫胜利桥, 这个桥当时走过了很多人, 我们大连人有句话, 就是这个一生一死, 一帝王一首相,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桥上走过了两个人, 一个走着过来当了皇帝, 就是补仪, 然后一个死着运过去了, 然后他是个首相, 就是伊藤伯文, 伊藤伯文当时在哈尔滨遇刺, 然后由中东铁路南下, 之后从这个口, 从这路过这个棺材路, 抬过这座桥, 然后当这个桥对面, 就是我的那个, 就是再往里走, 就是大里尼市政厅, 现在就是大连的俄罗斯一条街, 因为全都是俄国风格的建筑, 俄式风格的建筑, 这是中东铁路的一个, 其实主干线, 其实看大家看这么复杂, 主干线, 实质上就是一个钉字形的路线, 而这一段, 由新井, 就是现在的长春, 到大连这一段, 就是后来日本人所控制的南满铁路, 而围绕这个南满铁路呢, 日本人, 因为他其实啊, 日本当时军国主义者, 还爱于一个面子, 说我们不能以直接的政府参与的方式, 我们要以一个公司的方式, 就成立了这个南满洲铁道诸事会社, 大家看呢, 还能看到这个, 有这个铁路的这个, 你看存在, 有这红, 上面这个红线就是铁路, 一个钉字口, 然后那边还延续到朝鲜半岛, 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 地理的位置的战略, 日本人对于朝鲜的控制, 是非常稳固的, 这是当时大连临市政厅, 日本人, 俄国人战败以后烧毁掉了, 然后俄国人修, 日本人重新修建的, 但是这个建筑建成以后, 就非常有意思啊, 就是之后的发展, 这个建筑就没有再成为市政建筑, 它变成了, 满洲铁道诸事会社的一个部分, 就是满盟资源馆, 就是大连自然博物馆的雏形, 这是他当时这个建筑不断变化的一个历史, 这是满铁本社, 现在在大连, 当时的满铁第一任总裁, 厚腾欣平, 这是他当时成立的电子调查所, 就是自然博物馆, 因为我为什么,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这里到时候有两份文献, 一会儿大家也可以, 一会儿可以看一下, 就是你们能看到, 明显看到, 日本人他为了做一, 他为了了解东北土地上的矿产, 他做了什么样的准备, 无孔不入, 甚至连各种各样的民俗减脂, 他都会通通统计在他们的满铁当中去, 你们要知道就是满铁, 其实他是属于一个日本人, 当时会觉得他是一个西部, 就是当时日本的西部一样, 存在着大量奇怪的各种各样的人, 吸引了大量的量的人, 包括我们知道很多中西工啊, 伪奇秀石啊, 这种共产主义者, 也会被吸引到满铁当中去, 他们就做这种各样的知识分子, 会做这样的工作, 你看围绕着满铁, 修建了大量的, 这个是大连火车站, 大连火车站, 你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是一个现代主义建筑, 为什么呢, 因为日本人想要把大连打造成一个方口城市, 所以他会用大量各种各样奇怪的设计, 现在大连如果去东京上野的话, 一车站是一模一样的, 他是后来这个建筑师回到上野, 或者他就继续把这个火车站复制到上野去, 这是疗养院, 南山疗, 这些建筑都在, 文质打架一下, 这个方便传阅吗, 因为这个是他很珍贵的收藏, 他都有点舍不得,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区域, 这其实是当时给少年俱乐部, 当时日本人给当时的那个日本本体少年俱乐部的一张, 就是, 哎呀, 哎呀, 满洲物产地图, 少年俱乐部, 写的是少年俱乐部, 左边写的是满洲物产地图, 应该是日本的军国主义时期, 对他们国内进行文化内宣的时候, 所做的, 对于大连这座城市和满洲国区域的物产资料, 动植物的一个地形图, 看一下这边, 它标注了各个地方可以产什么, 可以做什么样的工业, 可以进行什么样的开发, 这上面都有, 然后每年的产值大量会有什么样, 它其实后面都会有呈现, 就是日本占领时期, 差不多, 这应该是昭和年代的, 昭和年代, 你看围绕广场修建了大量的这样的就是, 因为它是个实验场, 所以存在着大量的折中主义建筑, 巴洛克时期的建筑, 各种欧式建筑, 包括咱们现在满铁医院, 我发现大家如果去大连旅游的话, 这些建筑都存在, 都在的, 这只是围绕一个广场, 这是后来这个满铁的那个, 就满铁的那个就是, 它等于是一个满铁的一个资料搜集室, 看一下就是当时现在当时的那个重庆博物馆, 重庆博物馆的馆长, 当他去到满盟旅游的时候, 他对看到满盟资源馆的时候, 他所发出的感慨, 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 而且他回去之后就去修建了, 这个重庆的博物馆, 你可以看到, 就是当时他看到了这个满盟资源馆的时候,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就知道这个殖民者, 对于这个自然的掠取的无恐怖, 你看这个啊, 最开始其实并没有围绕这个大广场进行修建, 俄国人最开始没, 你看一看城市布局, 他最开始围绕的其实是这个港口, 你刚才大理事政厅的那个位置, 其实是在这里, 是围绕这个码头进行建设, 但是日本人后来把满铁放在了这样的一个位置之后, 我们再看这个城市的变化, 不断地围绕这个大广场, 因为满铁的位置是在这儿, 满铁本社的位置是在这里, 你看他们当时最宣传的各种地方, 这里可以发展什么样的商业, 告诉问题的时候, 可以发展什么样的商业, 不断地进行变化, 你可以看到, 最后甚至开发到海的那边, 然后变成浴场, 各种各样, 最后就变成一个急休闲旅游, 各种各样的那个设备, 然后服务也很发达, 各种各样, 其实包括有银座, 后来天津街什么, 就是商业都会非常发达, 这是现在的鲁迅大连鲁路图书馆, 当时是作为满铁的这个资料阅览室, 也是满铁图书馆, 你可以看这些建筑的风格, 这个先不用讲, 然后我的工作, 为什么会围绕这样的一个建筑进行创作, 这是我最开始, 最开始画了一张画, 就是这个, 这是现在大连赞人, 现在大连赞人博物馆, 如果一会看我们影像的时候, 现在当时那个老赞人博物馆是没法用的, 因为他太老了, 小时候是让我很恐惧的一个地方, 这些都是当时我小时候见到的那些鲸鱼标本, 但是现在放在了新馆里, 在老馆里存在的时候, 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我很害怕, 小时候非常害怕, 因为它是一个老空间, 全是木质的架构, 然后中间有这些巨物, 我一个正高的一个小孩, 在五六岁的时候, 五六岁还不到, 看到这些东西是非常, 晚上会做噩梦的这样一个存在, 但是这些东西到现在就变成了, 我一个吸取这些资料的一个养分, 我开始对生态, 开始对这些东西有兴趣, 想通过这些东西去结构它们, 对, 这是我开始说一个, 就是通过对于大连赞的整个一个, 一个概括的一个介绍, 介绍到了这个满铁的这样一个工作, 然后我开始梳理了一下, 发展到我现在的这个工作, 就是我基本上是围绕这个满, 就是这个满盟资源管, 这个大连赞人部网络中心, 进行这个大连的这个, 一个一个架构和换和想象, 一个对这个地区的想象的工作, 这是关于大连的这些一故事。 然后前半部分, 你找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背景资料, 我希望你能够谈谈就是, 如何从大连自然, 自然博物馆的变迁, 以及为什么你去使用动植物, 这样的素材来去开展你的创作, 特别是在这一次的我们的展览中, 呈现的新的作品中, 你今年的新的作品中, 其实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叙事, 就是比如说这些鹿, 鹿神,鸟,东北虎, 特别是以鹿为代表, 它是如何从长白山走到海港, 如何从大连自然博物馆出逃走向城市, 你如何把这样的史料, 动植物的元素, 运用在你的创作中。 好,那个, 历史来说的话, 首先来说肯定就, 这些我先, 这个, 因为这个大家看, 这次展览当中可能比较多的一个形象, 一个是鹿, 然后还有就是那边那只老虎, 然后因为我,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的那个自然博物馆, 我没说一点就是, 为什么会对自然博物馆当时的那个感兴趣, 其实有一个意识就是, 我觉得这个日本人似乎有意的, 要将大连尼市政厅规划成一个自然博物馆, 它之所以这样存在是, 当我会有一种, 就是比较阴谋论的一个想法是, 日本人是想把这样一个曾经作为市政厅的建筑, 告诉他们, 你也是我曾经, 你也是我作为一个占领象征的一个标本, 那么这就是这个建筑本身, 它也成为了一个展品, 就是告诉你们, 你其实跟自然博物馆的那个状态是, 自然博物馆里所展出的标本的状态是一样的, 都是我们, 因为大家知道就是, 其实标本的这个历史, 其实是跟殖民历史是很相关的, 就是我占领了一个殖民地之后, 我为了了解这个当地的这个物产的这个状态, 所以我要靠这些标本什么的不断进行研究, 所以然后才会有这种陈列方式, 现在的自然博物馆的这种陈列方式, 那么自然博物馆的, 博物馆本身这个建筑, 所以它也应该承载一定的殖民含义存, 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益, 所以我也是我对这个建筑感兴趣的地方, 它成为了一个大连记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那么在这个博物馆里, 我们可以先说一下这个老虎的故事, 这是当时在牢馆里的一只东北虎的标本, 它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旅客打卡地, 旅客打卡地, 然后它这边是, 它这个是可以合影的, 你人可以静置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 我不知道大家去自然博物馆方面, 就是关不关注后面的壁画, 其实我每回去自然博物馆, 我很关注博物馆后面的壁画, 因为它这个壁画呢, 往往会表现这个动物在什么样的生存空间, 那么人在跟这个标本合影的时候, 似乎它就也去了那样一个空间进行旅游, 然后呢, 这也是我在绘画的时候所要想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动物静置在一个什么样的时空之中, 所以关于这只老虎, 就开始有一个故事很吸引我, 是关于我现在画的那只老虎的故事, 非常吸引我, 这个呢就是当时三国干涉中俄密约之后, 然后其实当时还有很多的那个归属地, 问题没有谈拢, 但是呢当时的圣经将军, 就是满清的那个圣经将军, 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 他是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把守当时女真人的楼星之地嘛, 当时的那人圣经将军曾祺呢, 其实官方是想要他, 让他去跟他谈判, 跟当时的远东总督阿雷克谢耶夫进行谈判, 让他稍微硬气一点, 但是这其实就暴露了当时满清政府的那个腐败的那个状态, 曾祺直接就跟人河谦一气, 最后两个人签订了一份密约, 就直接把大连的归属权交给了俄国人, 然后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曾祺送给了阿雷克谢耶夫一只东北虎作为赫礼, 这只东北虎就当时, 阿雷克谢耶夫非常非常高兴啊, 他就围绕这只虎建了一个公园, 就是大连信在中央位置的, 就在很中央的位置的那个劳动公园, 这个劳动公园最开始被, 就是我们现在叫劳动公园, 当时叫做虎公园, 这个笼子就是关押老虎的那个笼子, 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展示, 因为这个公园其实就在城市里嘛, 你各种各样的游客过去游览, 当时的俄国人过去休闲, 俄国人去住去休闲, 他就在俄国人去, 俄国人去住去, 他过去休闲的话, 他就会没事就看这里的老虎, 其实就有一种, 我把这个老虎占领了, 我就相当于我占领了这个东北地区的状态, 而这个老虎这一头, 他作为了一个象征, 就是东北虎, 西伯利亚虎, 它这个东北的意义, 就我占领东北地区, 我修建中东铁路, 修建中东铁路, 占领了东北地区, 信赞, 信赞呢, 整个的道东公园里遗址, 这个虎龙什么都已经不存在了, 我现在一直在找老照片, 我想找那个虎龙的那个信赞那个位置, 我只有一个大概的猜测, 我没有确切的证据, 但是唯一一个还跟虎有关系的一个, 以及就是现在这个做道东公园里的这座桥, 还叫做虎溪桥, 它其实下面是当时修建的城市里需要蓄水嘛, 自来水蓄水, 需要修建一个蓄水池, 这个就叫虎溪桥, 是唯一还有能告诉你这个公园里曾经有老虎相关的一个记忆, 而后来这只老虎的命运就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日俄战争开始之后, 这只老虎成了另一种身份, 它变成了一个行刑工具, 当抓到了日俄国人抓到了日本见敌的时候, 就把他放到这个老虎笼子里, 让他吃掉, 就是当时有个故事说一个日本妓女, 是俄国妓女还是日本妓女, 然后充当日本见敌, 然后就被俄国人推进去吃掉, 而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城市之后, 又抓到了一个日本人, 为俄国人提供情报, 也被拉进这个笼子里都吃掉了, 似乎是一种报复的方式, 这只老虎似乎一直没有他自己的命运, 就除了他出生以后, 然后他被抓住以后, 他一直没有一个自己安排的命运, 他可能唯一为自己命运, 唯一一次抗争的时候, 是把他的饲养员吃掉了, 把他饲养员吃掉, 这个是他生命当中最后的那一刻, 他变成了一只标本, 因为这个事情他变成了一只标本,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样貌, 他被做成了标本以后, 放在了当时的长盘厅小学, 我现在给大家说的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其实是在当时的大连, 就是当时日本人的长盘厅小学的校友杂志上, 说的这些故事, 而这只老虎最后作为标本以后, 在苏联红军进入大连之后, 他离奇地生了一场大火, 就只生下半张狐皮和一个头盖骨, 然后最后也一起被销毁了, 就这个老虎就不存在了, 所以我个人就觉得这个老虎的故事, 非常令我着迷, 就是这个老虎的形象, 它的身份在不断地变化, 它也预示着这个东北的这个土地, 对于殖民者的一个异象, 可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是我了解的一个新闻, 就是这个老虎这个笼子还存在, 当时这个笼子还存在, 甚至这个笼子在我记忆里, 因为我很小很小, 这个有一个在我知道劳动员里有一个笼子, 但那个笼子是在我记忆里并不是原来那个石笼的样子, 它里头住的是丹顶鹤, 但是确切是不是那个石笼, 我就不是很确定了, 到后来是开始养了熊, 这个公园也把名字变成了西公园, 后来叫做中阳公园, 然后这一版, 这个就是这个故事, 大概讲的这个故事, 后来讲的这个故事, 然后呢, 这一版呢, 是关于各样, 当时大连发生的各种各样, 跟动物有关的趣闻和消息, 然后这一头就讲了, 日本从神社里引进了很多的路, 来到了中央公园, 路是作为, 大家去那里可以看到很多路嘛, 那个路都那样了, 未成那个样子, 现在的大连山上依然有很多路, 这是那个老虎的那个标本, 然后这是我画的那张就是糊涂, 对, 电气公园放养了很多的小路, 这是开始讲另一个故事, 就是关于大连路的故事, 这是我拍摄的, 我同学拍摄的那个一组关于大连路的摄影, 然后那个大家看到现在这个路是不是一个野生的, 几乎一个野生的状态, 但是它是在大连的城市里的, 城市里的山上, 其实是一个野生的状态, 确实是个野生的状态, 但它却是生活在城市的山上, 它四周全是城市, 它三周是城市, 一周是海, 这是这些路的照片, 这是我没事, 因为我老跟着这群路, 就是山上我老能, 我能找到很多路窝嘛, 大家给看一下, 这是在城市里这些路, 就动不动下山来, 甚至有的时候把小鹿仔, 就遗弃在马路上, 发生了好几次车撞到路的事, 你可以看一下, 路的那一面就是海, 这其实, 哎呀, 这是个PDF, 这其实是三个视频, 这三个视频, 我忘了是PDF了, 这三个视频, 这边就是跨海大桥, 我那上面也画了这个大县山的跨海大桥, 是现在的城市景观, 另一面就是海, 夜里经常会有一家三口, 就是各种各样的路群, 经常会出现在这边, 海和路, 这些路到海边, 它就会游泳, 所以大理人很多人看到这些路, 在游泳的时候, 特别他们以为, 这些路是失足, 掉进海里, 确实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就是山上有野狗嘛, 就追流浪狗, 就追着这些路, 蛮哪儿跑, 然后路就躲到海里去了, 就游到海里去了, 然后但是呢, 后来大家发现, 这些路实质上, 他还挺爱游泳的, 就本来想划着小舟去, 就是划着小舟去救他, 结果发现路不理这些救援的人, 就自己游得非常缓, 所以当时就流行了一个传说, 这些路是从哪儿来的,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这些路是从哪儿来的, 因为大连本土并没有路, 最原始的本土并没有路, 所以这个路是哪儿来的, 所以有人就会说, 他们是从刘宫岛游过来的, 刘宫岛是在山东, 它跨越了焦东半岛的整个海域里游过来的, 这个事情真的是, 那就太传说了, 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想象, 就是焦东半岛跟辽东半岛之间的关系,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画这个路杀戮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但是实际上这些路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就是它很有可能, 其实就是当时在大连经济建设的时候, 从广场当中, 从动物园的广场当中跑出来的, 但是它的演化能力很强, 很快就在大连的深山里演化成了路群, 它进海的那个想象, 就让我想到了一个事情, 就是这是我看到海错图笔记里的一个故事, 讲的是广东鱼跟, 就是他们认为鹿为什么会在海里游游, 海错图里头就会讲这样一个事情, 就是鹿其实是鱼变成的, 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些故事里人解释不通的时候, 都会想象成一个变化或者是怪兽一样的故事, 有些大家看海错图就很多这样的故事, 然后呢, 我经常跟着这群鹿嘛, 跟着这群鹿, 然后因为我就是看到了, 有一天我在这个在山上, 因为山上有一块这样的碑, 就是我现在看画面当中那个铝身要塞第一地标带, 地代标, 就是这块石标, 然后这块石标呢, 有一天路突然停下了, 就我看着那只公路停下了, 去舔这块北, 在那一刻这个路变成了一个, 它能跟这个历史时空发生一种关照, 它穿越了当时的这个殖民史, 来到了当下变成了一个跟现在的城市跨海大桥, 改革开放以后的历史又发生了一个关系, 而鹿本身它是一个森林当中的一个形象, 因为大家知道萨板是特别容易崇拜这个鹿神的, 就看很多鹤洲兹萨板, 它头上会戴那种袍子脚啊, 鹿脚啊, 它会有这种自然神的崇拜, 所以鹿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象征, 那么它是一个森林里的意象, 它就变成了一个从森林到海洋又连接到空间的一个样子, 所以我基于这样开始做了很多跟鹿神有关的创作, 这是我影像的一些, 我怕做那个影像的一些图, 我开始想象一个鹿神从长白山一直顺着中东铁路来到大连, 来到它开始面向海洋, 开始重新承载大连这样一个城市, 由中东铁路的建设如见面向太平洋, 由鹿变成鲨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我相信刚刚文智给大家分享的这些图片, 还有历史的概念中, 我们可以找到它创作中的信息图像的, 以及它为什么要选取这些具象的素材在它的画面中, 代表了一个特定的历史观和空间的观念。 因为时间有限, 文智我会想跟你提出两个问题, 希望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这个更多的是关注于你创作本身的语言的一个问题, 你是在自己的创作中使用了非常多的文献历史研究, 以及来源于神话民间传说绘本中的这样的具象的素材, 但是你又用使用的是水墨的方式, 来去呈现这样一种文献驱动的档案资料驱动的创作, 你怎么去处理这样一个传统, 以及当代的之间的一个工作方法, 它更多的是关于, 我的好奇是关于影像绘画语言本身和你的工作方法之间的关系。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 就是我的创作大部分都是基于水墨这样的一个创作, 然后我本身是实验艺术系毕业的, 然后我的那个导师是吕胜中老师和吴建安老师, 然后这两位导师当时对我的这个, 就当时对我的像吕胜老师一直让我画年画, 画连环画, 然后呢, 然后那个吴老师呢, 一直是让我去临摹敦煌壁画这些, 当时所以说这个基本的这个, 对于绘画这个基本功是存在的, 但是为什么不想这样的创作, 其实有一个东西对我影响很大, 是点石斋画报, 什么画, 点石斋画报, 点石斋画报, 对, 因为点石斋画报是当时在近代的时候出现的, 我这个PPT里面有, 就是那个其实是, 因为它其实近代一个就等于是介绍各种各样是地方, 然后那个发生的奇闻怪事的一个版画, 但它用的又是一个明清版画的一个传统, 一个方法, 但是它画的大量的东西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画都是什么想象当中的, 的那个氢气球啊, 万国博览会啊, 想象当中, 就是中国人想象当中的可能天上的飞, 天上飞的飞机可能是一只龙的形象啊, 然后海里头出现一只海豚, 它不知道是海豚, 它只能照着猪的形象去画, 海里飞着一只猪啊, 然后那个火车是一个, 你想全都是中国古人的那个, 就是清朝人的那个形象, 但是出现了一个这样大火车, 其实这种画面的这种错就是这种错落感, 是对我冲击是比较大的, 所以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处理画面, 再一个是就是本身就是自然博物馆的那个形象, 对于我来说的映射, 就是我想要把很多的东西制落在一个空, 制落在一个布景当中去, 然后呢, 这个布景, 我想采用一种类似于我正在写作的方式, 因为我是不愿意去打稿去绘画的, 因为你要打稿的时候, 你得提前去预想, 那么这样的里头的时候, 这提前预想这个画面我要画什么, 我要画什么, 它会有一个大概我要想要围绕这只路, 围绕这个是不是, 我要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我会在这个画面当中不断的去编写这个空间, 所以, 在不打稿绘画这个过程当中, 自然而然的这个形象, 可能就会出现在这样的一个方法上, 然后因为我本身去用毛笔呈现, 所以也有一些会处理成一种类似于板画质感的状态, 板画质感的状态, 然后这个文献, 其实我最开始本身, 我不知道看一下, 我本身最开始处理文献的时候, 很多情况下, 其实我是这么处理的, 在展览的过程当中, 比如说我在展示这个绘画的过程当中, 我会把文献这样去处理, 布置成一个场景跟标本, 静置在一起, 布置在一起, 比如这件作品叫《井上原了的书房》, 其实我是设计了很多标本跟文献的线索, 再加上我的绘画也成为了一个线索在里头, 其实诠释了当时一个, 当时的一个, 我认为很有感兴趣的一个《井上原了》, 他的一个生存状态, 然后他当时是在大连的幼稚, 大连的演讲的途中, 他是日本妖怪学之父嘛, 然后后来我发现其实是可以, 因为你看我后来也是处理的很多, 类似于这样鱼的绘画或者什么的, 我发现其实文献是可以直接到绘画当中去, 放购置到这个, 因为我要当时为了布置这样的一个, 画的类似于像那样一张画, 那样一张绘画, 然后我觉得其实到后来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文献放置在画当中, 就让因为我画的也是标本嘛, 你看像这样, 它其实呈现了一个不同样的背景, 像这一张本身也是录, 就是当时在画的一张小画, 叫做和日俊再来, 其实画的是一张跟满硬有关的, 其实后面那个形象是李湘岚, 李湘岚的形象, 后面的歌词我直接就处理, 就直接贴到上面的歌词, 就是李湘岚所唱的那些歌的老歌词, 其实这样的呈现方式对于我来说就是, 可以更直接一点, 就是让大家进入到两个空间当中去, 因为传统会画的时候, 有很多提拔在上面, 与其我直接我自己书写那些文字, 我倒不如直接让这些文献, 更好的这些资料, 把在那里, 其实就是观看者在索取的时候, 他也可以索取到他所阅读到的信息, 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 谢谢。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跟张文志合作的经历中, 我怎么去看待他的艺术语言的问题, 通过他的介绍, 大家看到他有非常长期的历史研究, 文献史料的收集, 但是他同时, 他的构图和创作方法, 又是基于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想象的, 这个又是介乎于在史实, 现实, 历史和个体的自我想象, 创造性之间的一种能量的徘徊, 同时, 我再次要强调他的关于绘画语言的使用, 大家一眼即明地可以看到, 他的水墨工笔的这样的训练, 这样对于我们中国文化根源性的一些寻求, 图示上方法上的寻求, 以及对于他在文献上的这种使用, 又是在另一个层面去处理传统与当代之间的问题, 这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我的观点, 然后最后一个问题问文质, 其实是一个最核心的问题, 因为我相信这个讲座有很大的功能, 是我希望给大家介绍一些背景资料, 一些史实性的资料, 让大家有一些基础的了解, 但是更重要的是, 文质你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 你为什么对这样的沉重的题材感兴趣, 你为什么要关注于, 当然它是你的家乡, 但是为什么你要处理这样一个地域上的身份性的问题, 是什么驱使着你, 这是我相信是最核心, 也是最有驱动力的一个问题。 这个事情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私心的状态, 就是我个人在找我的一个认同, 就是我发现我在有一段的时期, 包括我发现其实变成了一个就是我们类似于像这种曾经被这个城市被殖民过的一些人的一个个性共性, 似乎我们当一个城市, 就因为这大连现在又在东北地区, 原来它也被叫做北方香港嘛, 就是改革开放的时候, 就是波西来的那个时期, 它被称北方香港, 它旅游建设, 但是呢, 它后来看似大家都说是个政治问题, 但实际上它就是因为东北地区它的发展不再需要这样的一个就是很港口一样的城市,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整个东西, 整个中国的开发来说港口城市已经太多了, 再加上原来大连是处于一个日韩经济带的一个状态, 现在也知道这个大陆地区跟这个跟这个日韩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经济带也是最大连开始没落下来, 当我们这些人开始没落的时候, 我们会陷入到莫名其妙的一种殖民怀旧, 就是也基于我们从小, 像我是看日曼长大的, 然后也有很多, 因为最喜欢最开始看到的很多文学作品, 像什么那个青岗卓行啊, 或者是像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三道游记服啊, 大家都可以马上就会对那种吸引, 然后就开始明明其妙的, 我们这个城市没落之后, 我开始陷入到这个对应照那个曾经大连又辉煌过的那个殖民时期, 开始怀旧到那个情绪上了, 当我这个情绪在跟我爷爷那一辈的人在去沟通的时候, 其实是有矛盾的, 因为他们知道那个时期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日本警察可以随便抓人打死在街上, 让那个尸体臭烂在大街上, 他是对, 所以就我跟我爷爷这辈人的交流的时候, 那种对于经国主义者的那种仇恨, 带到我们这种变成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殖民怀旧, 我开始有一点觉得, 那个青岗卓行笔下的那个大连他很美啊, 夏末树石, 他在说那个海满游记的那个状态, 那个建筑一直存在我这边, 实际上我个人觉得, 其实我当时在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 我感觉这个城市好陌生啊, 第一它没有海, 第二它没有那些殖民建筑, 它全是一些古建筑, 我似乎没有那种对于这种地区的一种共鸣感, 当我去上海, 我去武汉, 我去这些地方的时候, 我又有这种共鸣了, 因为它有殖民建筑, 我也有共鸣了, 这种殖民怀旧的这个心态, 这种自我认知是怎么来的,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我开始去想, 就是我想要回到, 我想把这些东西抛弃掉, 就是说, 我能不能通过一个寻找生态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我去重新去塑造这个大连跟东北之间, 因为我说句话的笑话啊, 就大连人在外面大家去问, 就如果是一个大连人, 他问自己是哪里人, 他绝对不会说自己是大连人, 他一定不会说自己是一个东北人, 他一定会说自己是大连人, 他似乎有一种骄傲, 我们永远是, 我们是大连人, 但其实你看, 沈阳人哪个人到外面去自我介绍, 我是个东北人, 那大连人, 我可能我要把这个大连人跟这个切割开来, 但我现在觉得其实我是否能够用一种方式, 我重新述回到那个大连跟东北之间连接的一个状态, 恰恰就是因为东北, 大连人才成为现在的大连。 对, 我相信大家也能够通过文质非常个人的私密的这样的一个描述来理解到, 为什么作为一个中国的年轻艺术家这样的年纪, 他在处理这样的复杂的历史问题, 他的方法其实回归到更远, 我们的当下的处境, 这一代人如何去面对个人与集体的父辈与祖辈, 还有现代化情形下当下的这样之间的一些矛盾和纠葛, 我们如何去认知自我的主体性, 我们的身份和这个地方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文质的作品已经从这个出发点给到大家解释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 以及他在向自己和像生活在这片土壤上的人发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听我们今天的讲座, 然后也欢迎大家之后还有半个小时的开幕时间, 可以跟艺术家多多交流, 谢谢。